考试倒数一小时 有家长忙着加油打气 有考生抓着输猛K 疫情爆发以来 大陆第三次举办大学联考 除了上海延期 多地都还是面临一场防疫大战 东直门中学是北京大型考试地点的其中一个 它最多可以容纳390名考生 现在可以看到考生已经是陆续进场 进场之前都必须测量体温 只要有人的体温是超过标准 那么考试人员就会评估 是不是要启用备用考场 全大陆考生达到1193万人 创下历史新高 北京避免人员流动导致疫情再爆 特别为封控区考生 征用多个饭店打造封控考场 那么作为这种酒店 它的这种会议室来说 它以前的这种灯光 可能是黄颜色的那种灯光 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改造 还原这个教室的这个白质的这个LED灯 封控区的考生得提前一天住进考场 等考试时间到走出房门 对面就是考试房间 一人一考场闭还管理 至于管控区的学生可以多人一考场 但桌椅距离得超过两公尺 为了顾好全大陆33万个考场 各地从警察消防到医护防疫 超过100万名工作员员绷紧神经 TVBS新闻珠光宏林敏珍北京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